水牛vs狮子 看看水牛今天反杀狮子 母狮子带着小狮子 现在很不方便 所以说水牛趁机而入 今天的水牛相当疯狂 看看这个小狮子很危险 水牛可以用它的蹄子踩死小狮子 水牛的报复心理很强 它跟狮子就是天生的仇家 狮子肯定是经常吃水牛肉 所以说水牛见了狮子也是痛下杀手 今天可算有机会了 小狮子肯定是遭到了水牛的绝杀 母狮子没有办法 看着小狮子死去 痛苦欲生啊 没有办法 但是狮子一定会为小狮子报仇的 母狮子的报复心理更强 这个母狮子一定会把它的队伍集结起来 反杀水牛 为小狮子的报仇 水牛为它的做法也要付出代价 看看这个水牛群已经走远了 母狮子 母狮子现在没有办法 为了小狮子它只能东躲西长 看看母狮子的已经要发起进攻了啊 今天的这个水牛群真的很抱团啊 不好对付啊 狮子现在已经追上水牛群了啊 展开了报复行动 这个水牛脚啊相当锋利啊 是它的主要攻击武器 看看这狮子多猛 直接蹦到水牛身上 看一看这个水牛落单了啊 现在麻烦了 狮子王也参加了战斗啊 猎豹 VS幽猪 看一看啊 猎豹追幽猪 应该是很轻松的啊 猎豹呢 是世界上奔跑最快的动物 抓幽猪应该是绰绰有余啊 但是幽猪啊 有两个大琉牙 奔跑起来啊 也很有力量 它会用它的琉牙呀 把对方创飞 刚刚可以看到啊 把这个猎豹已经创飞了 猎豹虽然跑得快 但是它的狩猎成功率啊相当低 就是因为它的力量不够强大啊 看看这个猎豹 刚狩猎成功就被狮子抢走了啊 这个狮子做受欲翁之力了 看看这个猎豹啊 这个身上这个豹点 豹纹挺漂亮 这皮毛挺好看啊 看看这个大猎豬带了几个小猎豬啊 正在吃草 猎豬身上全是泥啊 猎豬擅长挖洞 它一般都是这一个家族啊 生活在一个洞穴里面啊 这一群猎豬都是十多只啊 看看这个猎豹的潜负能力多强 已经到了猎豬的跟前了 随时有可能出击啊 这两个獠牙还是很锋利的 猎豬一奔跑起来啊 脊背上的毛啊 都立起来 这个小猎豬不大啊 这个潜伏能力是真强啊 开始出击了啊 又干一地烟 成年的大猎豬啊 也真是难对付啊 经常把花苞挑起来 这个猎豹啊 它必须合作狩猎 它要是单打独斗的话啊 成功率就更低了 一般都是一个家族 四五只猎豹合作狩猎啊 今天的游猪有点疯狂啊 看看这速度 名不虚传 狮子和沸沸之间的战争啊 小狮子刚刚出生不久 现在很不安全啊 母狮出去狩猎的时候呢 沸沸 把小狮子抢走了啊 大家都知道 沸沸呢 爬树相当厉害 看看这上树 相当的快啊 小狮子已经被带到了树上 沸沸呢 不光吃树叶子和水果啊 它也会吃一些小动物 比如说小的狮子 小的花豹 一些鸟类啊 它都会狩猎 所以说这个沸沸啊 属于荤素搭配啊 荤的也吃 素的也吃 看看沸沸的牙齿 不次于狮子啊 也相当的锋利啊 一看就很凶猛 这个狮子啊 不擅长于爬树 所以说 营救小狮子啊 是个问题啊 看看这个沸沸多坏 用尿浇这个狮子啊 太狠了 这个小狮子也够惨的了 被这个沸沸抱着玩啊 沸沸也要付出代价的 母狮子一定会 抱负沸沸 今天的沸沸啊 挺疯狂啊 抓的小狮子就是不放了 它们会吃掉小狮子的 看看成群的沸沸相当可怕啊 它们很欺心的 哇 这小狮子被它玩够呛啊 这个沸沸太逗了啊 啥想的它 看看啊 狮子现在已经开始反杀沸沸了 成年的大沸沸个头也不小啊 狮子反杀成功啊 水牛vs狮子 看看疯狂的狮子在狩猎水牛啊 遭到了水牛的顽强反抗 就连狮子王啊 也被水牛赶跑 今天的水牛啊 绝对是暴脾气 看看 过来把水牛 把这个狮子直接就挑起来 这个狮子更狠啊 咬住水牛的尾巴就不放了 看看这个水牛脚多好使 直接把狮子挑起来几米高啊 这只狮子被水牛踩了好几脚啊 今天的水牛太疯狂了 没想到啊 狮子和水牛之间的战争啊 今天看这样是水牛大获全胜啊 现在就看出来了啊 这群水牛相当的暴团 现在就要跟狮子决一死战呢 这个水牛都不 不跑了 主动攻击啊 看这样中午的午餐呢 泡汤了啊 今天的狮子遇到对手了 这牛排不是那么好吃的 看看这大牛脚长得多锋利 水牛的脑胎啊也相当硬 这牛脚啊是它的主要攻击武器啊 看看这狮子已经走投无路了啊 没想到啊 今天的狮子被水牛干的这么惨 这个狮子王直接干的彻底废了 这水牛下手是真狠的 一顿挫啊 这个狮子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活活的把狮子给挑死了啊 这才是真正的水牛 暴脾气啊 相当给力 今天的水牛大获全胜 狮子狩猎长颈鹿 狮子狩猎水牛 精彩的动物世界献给大家啊 看一看这只小长颈鹿啊 成为了狮子的狮猎目标 母亲长颈鹿啊顽强的反抗 但是小长颈鹿啊太脆弱了啊 没有办法 被狮子轻轻的一击啊就站不起来了 死定了啊 再不站起来就不敢烫了啊 长颈鹿这大长腿啊也很厉害 踢上一脚狮子也是半死 所以说狮子狮猎长颈鹿的时候啊相当的小心 对付了 看看可以轻松的把狮子挑起来啊 狮子狮猎斑马 斑马呢是黑白两道啊 也是练腿上活的也不好对付 看这个母斑马直接把狮子踢飞 这个狮子也遭到了打击啊 再看看大象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这个小象刚刚出生不久啊 紧紧的跟在母亲后面 大象狮子是惹不起的啊 看看轻松的把狮子撵走 疯狂的大象